本节目主持及嘉宾内容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你解答我 星期二很幸福 因为我们有翠年假期 雪雪BB 很难约 因为我是夜鬼 她是很早起床的人 所以我们要夹时间 需要有点点难度 所以大家今天珍惜梦到梦尼坦的节目 有嘉宾盧米雪 Hello 大家好 Hello Michelle Michelle 现在是猫奴 大家都知道 你的外貓都自己有个IG 很多人都知道她懂得吃 但可能对于她和New Age世界的关系 未必每个人都知道 应该没有人知道 是的 我又不会到处说给人听 是的 但我们就是想你在节目到处说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看到Michelle有两个影响很重要 有两个影响 第一我发现漸漸地 我刚才在咪后都跟她说 不行今天有另一个题目 除了我们预备了一个很厉害的梦 要跟大家分享之外 我也觉得很匪夷所先 不只是她的梦 那梦很值得说 很值得说 还有一个题目很值得说 就是我发现很多同学或者朋友 你知道现在水平年代 印度神童 每天都出来讲学 连一些对New Age没有兴趣的人都去研究 为什么你看到 星相有多运作 有多深奥奥妙 为什么你一个小孩会说到那么多 我不管你灵童转世 还是怎样 他真的有根有据 在这个时代 我发觉灵性大爆发 每个人都喜欢去学这一学路 每个人都说 我都做了很多咨询 但问题在哪里 用不到在生活层次 这个麻烦 钱就花了 工具就买一堆 但很多人有误解就是 我买了一些水晶 我又不会飞 不是的 而Michelle是真的用到的人 所以我觉得不行了 Michelle 你今天暂时不讲努一二虎 我们有时间先讲 我们先讲这两个大题目 好的 那你先分享一下你的梦 我的梦是很有趣的 这个梦 梦尼坦当日已经 其实那个试源巧合是这样 其实他已经这么说 我给大家一些前提 我认识蒙尼坦 很熟 他完全是免费任我咨询的 我都真的很笨 他不是很用我 是的 我不是很用 因为我个人很平常 深到一个点 就是如果有些事情要发生 他就会发生 那我就觉得 我又不是那些吹鸡鼻胸的人 我不是典型吹鸡鼻胸 得罪人多到一个点 你不怕人砍你 隨便吧 我也是得罪他 所以有一天 我就发了个梦 因为平时我发梦是不记得的 我相信我有发梦 但是我睡醒 什么都不记得 我经常问他一个问题 为什么那些人会记得自己的梦 还要那么细节 是的 有些人说 我经常发同一个梦 我们认识很多朋友 也有这样 那我就想一下 我又好像没有 好了 他们有一些很特殊的梦 他们睡醒就记得 我呢 我印象中 我找他来说两次梦 是的 我印象中只有两次 那么大把 好了 现在就说 这是第二次的一个梦境 是我睡醒 我很记得 但是我都没有打算找他去问 没有 完全没有 这个世界就是那些 吸引力法车 他竟然找我 是我找你 而且是你记得过梦的那几天 可能前两个星期你都不记得 同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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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记得 因为也有少少日子 也一年前 去年的七月 差不多一年前 也五月 现在五月 我闪了眼睛 是啊 当时我发了个梦 我首先 我发了个耳梦 那我睡醒 我都插着一声笑 搞错 我会发现这么好笑 一会说给大家听 你会觉得很好笑 我又会发了个耳梦 又有个骑鬼 我觉得当时很骑鬼 好了 我没有打算找梦尼坦说 那么巧 梦尼坦就找我 他找我的时候 他说完他想和我说的东西之后 我就和他说 我说 你打到来 我就跟你说 我竟然今早睡醒 我发了个耳梦 他说 你发个耳梦 快点来听听 难得我记得 是啊 我说完给他听 还要新鲜热辣 同一天 是啊 你是不是同一天 可能不是 都是那两天 那两天 你这么新鲜 是那两天 因为之后才是同一天 是的 好了 我发了什么梦 耳梦也不怕公开耳梦 公开耳梦 总而言之 一个梦境里面 一开始 我就在一边行山 嗯 那你行山行行行 突然间见到一个山洞 那一个山洞 你知道我们什么八婆 当然将头探望 这个山洞有什么 好了 那我一眼望进去 那个画面 就好像里面有一间屋 那样的 很漂亮的 布置得很漂亮 很漂亮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很适合我的心水 譬如我看到里面 好像那些 外国那些 那些木造的 整件事都是木造 然后很多书架 然后有个火炉 有些光线 好了 有个人就坐在那里 整件事看上去很放鬆 很放鬆 很放鬆 那个环境 哇很正 然后有个 好了 突然间有个男人 就 认识我了 那我 那我当然好奇 我就走进去 好了 然后走进去 我看到那个人 咦 我知道这个人是谁 但是在梦里面 我就不知道他是谁 是 应该这么说 我在梦境里面 有个男人 入你 但是我又好像 意识 就是我自己有另一个意识 就是我发梦的意识 咦 为什么会是他的 就是这样 哦 就是重叠 同时间既知道 他有另一个身份 是的 但是在梦中的身份 是比较 你在戏里面 我会这么说 是的 戏里面 我完全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只是觉得 哇很魅力 这个人 迷魂了自己 已经灌了迷汤 好了 他是进去喝酒 哇 真的 这样的环境 真是唇酒美人 正 正 喝酒 下一幕 当然是三级片 《耳梦》 《耳梦》 《耳梦》的部分 这个又不需要描述了 《耳梦》的下一幕 那个又重要了 突然间 我和几个男人 在吃饭 就是饭桌上 谈笑风生 大家都很开心 喝东西 聊天 吃东西 其中有两个男人 就是向我大献恩勤 嗯 嗯 那两个男人是无口无面 就是完全不知道是谁 面目模糊 但总之只知道是男人 是的 就向我献恩勤 有一个突然开口 哎呀我真的很喜欢你 你一定要做我女朋友 也不知道 就是说这类话 哇 那我当然 哇不是吧 有没有那么正 好了 如是者 他说得多说 他在想我 我是这样 嗯 他说完 我就很可惜 我已经嫁给他了 好了 这个人呢 就出现了 就出现了 好了 那接着呢 那个梦应该结束了 嗯 就最灭了 那那个人是谁呢 一直说又以梦 又成什么 又要嫁给他 那个人呢 就是一个演员 我不知道大家 记不记得他 其实呢 他就叫陈国珊 好 你看某一些电影 都应该见过他的 是 他是陈恩健的弟弟 嗯 其实我认识他的 但是不熟 我认识他的 那我心想 我不是说 与此同时我另一个身份 哎 我为什么会梦见他 就是真心的 我觉得他很魅力的 是的 是的 陳国珊也很魅力 但是呢 我又说 我自己好像跟自己说 搞错啊 为什么是他的 为什么不是古天樂 就是那种 就是嫌弃别人 但是不知道 为什么我又有这个意识 其实 Anyway 我就觉得这个梦很好笑 好奇怪 那我跟梦林坦说 梦林坦 你解一下梦 最好笑的是 我心里印象 我第一句就是 咦 哇 有些很棒的提供 我说 我说 我一定有 我还跟他说 一定有 很棒很棒 每个都求你回去的 每个都恨你 欠你 要你 是 接着我说 你要记住去年的7月 死了不生蛋 整个香港pandemic 都停下来 我当时零工作 除了有Late Show 每星期做一次Late Show 我大部分时间 就去行山 去学习 去学活动 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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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态的活动 少一些人 少一些人 不要接触人 我说 蛤 他还问我 喂 有个job offer 我神奇 整个行业 整个娱乐圈 都没有工作 我说是 我说完全没有 没有 不是 是有的 我说有什么可能 是我很确定的 因为梦 不是他确定 是梦很确定 我就说 我不理你 总之梦是这样说 我很记得 接着 好了 我都觉得 这个人 脆水 不理他 就先收他 好了 我当时 中午 跟你说电话 下午 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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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了 下午三四点的时候 商台的CEO 打电话 给我 Michelle 说完 接着他跟我说 想找你回晴朗 他说我 我只会掉落地 我说不是 是吧 早上梦尼坦 就跟我说 有个offer 你答应了吗 我心想哪有offer 下午就来 下午就来 他就跟我说 我说完电话 我立即跟你说 是 我当然答应 不用问 直接吵 吵完 吵完 我立即找到 梦尼坦 我说很恐怖 我说很邪 我说刚刚发生这件事 就是这样 他说 我问了一个问题 我说 梦尼坦 我有什么可能 预知我自己 有一个offer 呢 我就说 很肯定 有些hints 因为宇宙法则 不是我作出来 又不是说 劳密雪 有些特别一点 所以给他 不是 我说有 不过你看到 我就跟他在这儿 好像查案 查案 他之前有没有人找过你 我刚才听到 我再无管动多一阵 为什么呢 那些细节我不太记得 因为是你的梦 我很记得 我突然想起 就是一群男人 跟你吃饭很开心 晴朗整天 结束你们的饭局和对话 那些主持都是男人 林海峰 就是这群 就是这群 全群都是男人 跟你吃饭 哄你 你很happy 大家交谈接触 大家很好 有个flow 很开心 就是那个气氛 就是梦给你的答案 我认识不了 我是梦尼坦 但是我当时真的 是眼淡淡 不是 我真的觉得不是 好了 接着你 但是你也找到一些蛛丝麻跡 我和你对话中 他不断地说 不是你 你就说是什么 共识星 是的 就是宇宙法則 最重要的法則 就是每一个当下 每一刻 发生的事情 就是你发放的频率 然后我们有个channel 就是你开心机 你听881 你扭了881 除非有鬼 如果不是 不会听到另一个台 那就是频率 其实心机都是用频率 就是你tune到那里 tune台 你就是个人 已经tune 跟他们的台接轨 接轨 所以我就很想知道 第一次接轨 是什么时候发生 就想你 吐出来 情堂正多 他就好像那些 警察審判 扶我 審我 是不断 那天你 有没有发生 有没有见过什么 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 我说了一段 哇 突然间 我也要出来 歪歪 我突然叮 不是 我一个月前 张部长 就打个电话给我的 是 张部长不是打电话给我的 是 是Whatsapp我 是Whatsapp我的 就是找你 是他找我 我们有张部长的样子 可以射一下张部长的样子 张部长这个就是张部长 其实情郎的粉丝都知道他 是 张部长就找我 他就说 Michelle 他的意思就是 你有没有兴趣帮忙 情郎有没有兴趣帮忙 我当时的心里面 就说 你找我顶尖没有问题 其实我跟他们很熟 我心里面 自己tune自己 他说 顶尖没有问题 不过 以我 其实当时有点误会 我当年离开商台的时候 是有点不愉快 是 我也是 反台 一夜走了 有人曾经跟我说过 你不用了 你这一世你都不会回到去 你黑名单了 他们很不高兴 你这样去做 我都觉得我当时是 情绪冲动了 是 但是你也没办法 你自己决失 你自己承受 为你的行为负责任 就是这样说 所以我 我个人是很深 张部长就问我 我说我可以 不过 张部长说 你了解清楚 据知我黑名单 我不想害你 我心想连顶尖海 你都很愚蠢 我说 不抵 我说你 你问清楚才好 你千万不要乱惹 他说 可以了可以了 接着 你记住一个月前 他都没有找过我 我说 我告诉你黑名单 你傻子 谁不知 其实是要派CEO找你 不 那我估计 他们都要 安排 安排 看看什么时候 我相信他们都要搞一下 我相信 他又没有再打给我 我心想 如果你找我 我当时真的打算 他也没有再找我 那就算了 或者他已经找到别人 找到健吴 找到 其他人 我心里面 以为是这样 所以我一直也没有不以为疑 就忘记了 这件事 我已经摆下了 所以 你当时 他在那天 你每天收盘的时候 我说 张部长应该有找过我 但他已经是一个月前 那就对了 是的 很完美 为什么 他已经在敲他的门 意思是 人家在敲你的门 那件事正在報仇 正在發生 而這個夢正正是回應 因為當日現實也正在給你回應 就是關於這個提供 當日我覺得很驚奇的地方是甚麼 我這個夢是早兩天左右 接著我遲兩天跟夢尼坦說 哇 有沒有這麼厲害 我是早過自己知道 我的夢境是早過我自己本人知道 將會有一個job offer 但我們就說 其實一個月前在敲你門 那不是詭異 第二件事就是要按主 你是按主 alert 其實你已經是讓自己的人生夢想成真 我會這樣說 再加上我們的promo 剛才看也很好笑 我們倆一邊看一邊 我說真的是平衡時空來的 真的不是開玩笑 因為我們很難去理解不是線性時間這件事 所以以夢境來說 夢境是沒有時間空間 為甚麼呢 是另一個創造的世界 你又不是有支筆 有張紙 你說導演 你也有攝影機拍攝 你也有一個PA 沒有劇本 起碼我沒有劇本 但最神奇就是你的潛意識就是你的劇本 就是那個創造不是線性時間 但是用你的夢來說就好說 真的不是線性時間 但問題是你把那件事 用線性來砌出來 我又告訴你會合理 因為張部長的電話已經是一件事 你往後有沒有跟張部長說的 沒有 我沒有跟任何人說過這個夢 你想想 原來張部長也是在這件事發生的 因為他是Messenger 對 他也是把這個信息代表宇宙跟你說 第一個分享的人 但我不是就當他傻子 我害你 你不要亂來 頂奸當然沒有問題 因為那件事都是難以置信 對你來說是不合邏輯 你的世界邏輯就是之前說了不行 然後你們努力 我又不想害你就完了 但就告訴你不合邏輯 宇宙是沒有邏輯的 而且宇宙那套邏輯不是我們人類世界 我們人類世界傾向是自我限制的 即是媽媽說了不會買糖給你吃 那你覺得有包糖你吃就是偷的 因為說了 所以我們會有一些所謂的潛台詞和規則 然後認知就是這樣發生 所以我覺得那天是很震驚的 即是破了你一些固有想法 應該這麼說 首先第一次發那個夢 即不是第一次 即是發夢第二天早上睡醒 我已經覺得很好笑 我神經病 因為有疑夢 我說如果有疑夢 就把古天下來洗吧大哥 即是這樣 好了 接著到你找我 我就才跟你說這個夢 接著下午幾個小時之後 即是還要是那個時間性 都令我很吃驚 下午她就已經打電話來 所以我跟她說完電話 答應完之後我就收線 我就立即找你了 我以前太震驚了 當然是震驚十四億人口 即是那種力量 所以就是說夢境的威力 在你這個 你夢的時候 我經常都跟同學說 上課上解夢初階那些 不用多的 有些同學說 我經常都不記得 即是好像你這樣 我已經累得不得了 即是你做護士 你自己都掌握不到 後天幾點上班 他怎麼會記得夢 累得這樣 他說不用的 真的記得一兩個 而且很有趣 有些人來到上課 就說 死吧 其實我是沒有夢的 那我就覺得 最有型的就是這些 沒有夢 但給幾千元報名 沒有有型 首先我覺得有型 第二 我就很有趣 你一上課就有了 那些人都不相信 真的 上課後第二天就記得 這麼有趣 因為你開了那道潛意識大門 你去看 潛意識就是每天都運作 但你不理它 你理它是一回事 你不理它是一回事 就好像是不懂足企 永遠都不明白足企 為何你坐有六個小時 不動 那我又不明白了 夢尼坦 以我的 因為我一直都有問過你這個問題 為什麼每個人都記得夢 我 偏偏都不記得夢 我都相信我有做夢 你說你不記得都是好事 因為沒有東西阻礙你 是啊 沒有就沒有 我們不是去追求那件事 我個人是很佛系的 我也不是 因為我就是那種 你不是要比賽 我不是要比賽 他有 我沒理由沒有 那些我又不會 所以很容易都沒有 所以從來沒有理會這件事 因為這是醫療 你牽涉到人體構造 腦袋構造 人體構造 夢境構造 是不會沒有的 除非你說你過度開腦 中風 有些神經線癱瘓 你是沒有記憶 你不是沒有夢境 嗯 厲害